糖醋面 在麵店有可以賣,買蛋麵就可以了 現在開始鬆開 鬆開後,讓凍水過濾 鬆開後,冷凍水過 幾塊水軟 鬆開後,讓明火煮沸 麵會變軟,就不好吃 所以一定要這樣浸 麵會有韌度,更好吃 再加一點 頭這個步驟,就是這樣做 待會讓凍水過濾 一會兒可以煎 散開了 散開了 現在要讓凍水 啤啤水 過冷 分兩次煎 煎兩碟 一次,煎不夠大 倒哩 停水 燒住了 鍋 燒熱把ест場 放著油 在麵面 把麵 解放 要攪拌 就是這樣 好像餅 餅 煎一下 先煎一邊 再放少許油 讓油不要黏住鑊 再煎一邊 煎一邊 慢火再煎一邊 一個麵餅多少錢 十元四個麵餅 十元四個麵餅 三個麵餅 可以煮兩塊麵餅 所以吃這個麵餅很不值得 但自己煮不到就沒辦法 這樣煎 但外面吃的不是煎的 是炸的 整鍋油炸 但我覺得好 很不衛生 因為太肥 自己這麼煎 現在慢慢煎 讓它焦焦 煎那邊 你看到焦焦 已經很漂亮 這麵餅 要加油嗎 我不想加這麼多油 健康一點 所以就慢火煎 如果你們喜歡焦焦一點的 即香一點的 就多加一層油 但我不想加 因為我們想 沒那麼肥 健康一點 這樣兩邊這樣煎 一上碟就可以吃了 加點糖加醋 這樣 加一點糖 是用鎮光香醋 用白色油砂糖 就這樣吃了 快脆開完畢 很簡單 很簡單 嗯 很簡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